说起中超开局阶段表现比较抢眼的U23球员 深圳队的戴伟俊应该榜上有名 前四轮比赛他有三场首发出场 贡献了一粒进球两个主攻 如果和所有的中超球员放在一起横向比较 这个数据肯定不是最突出的 但如果和他在深圳的过往几个赛季纵向比较 就会发现进步之快显而易见 可以说是今晚国外队 就是我在国外队能够跟一些中国最顶级的一批球员一起训练 然后在一个更高的平台能够替比赛训练 然后让我更加的成熟 因为大家都对我很好 也给了很多意见 就是当我做的不好的时候 然后让我回到球队以后 就信心就更好了 然后在进攻方面也希望能够帮助球队做的更多的贡献 都说人红是非多 自从12强赛中展露头角之后 人们对这位年轻裹脚的关注就没有间断过 赛季开始之前 他的自由身重裁就被炒得沸沸扬扬 中超开赛后又传出有欧洲球队向他抛出橄榄枝 就连主教练李章珠赛后说的几句点评 也被人拿来反复解读 戴伟俊的话 也是一个年轻的球员 然后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球员 然后比赛之前的话 也跟戴伟俊个人聊过 然后可能他体能方面 可能稍微欠缺一些 要是在补强一些体能方面的话 以后的话肯定也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球员的 其实我也光回球队也不久吧 因为我是五月初回到球队 大多的时间都是把身体调整好 然后去准备新赛季嘛 然后也需要去融入他的做事的风格 然后他的打法之类的 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教练 新的一个风格 所以对就现在还是在 希望能够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些好的表现 有什么不好的 也希望他能够提出一些意见 然后可以更改一些细节吧 看得出来面对这些远远超出以往的关注 年轻的戴伟俊十分清醒 其实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球员来说 我觉得无论什么情况吧 都得就是去顶着压力去做好自己 就是在训练也好 在生活也好 也要就自己要自律要严格去执行 平时该做的事情嘛 然后就是也是正常去做自己应该做的 该去训练就训练 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点嘛 然后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 有更好的发挥 也是没太多的特别的改变嘛 而说起出国踢球的事情 戴伟俊的表达更是理智 他表示 虽然自己一直渴望有刘洋的机会 但绝不会盲目做出选择 更不会为了出去而出去 之前也在欧洲待了挺长时间的 也知道在欧洲想拿到一份职业 可能是非常困难 所以所以球员来说 有稳定的比赛的出场机会是最重要的 所以还得看就是到时候有什么俱乐部 就是诚意特别好 然后也就看他们会不会很看重一个中国球员吧 戴伟俊与深圳队的合同到今年年底才到期 他不止一次表示 现在的自己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联赛上 希望能够帮助球队赢得更多的胜利 而从他前几轮的表现来看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毕竟对于22岁的他来说 无论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磨练球技 积伞经验总不会错